二一四路公交线路全长28.2公里 共设27个站点 线路覆盖云年区 白云区两大片区 为了缩短乘客的出行时间 10月25号 二二四路上新了林亭公交 会发出嘀嘀的嘀嘀的嘀嘀声 然后家族员就知道 比如说下一个站有人要下车 那在这个聆听站点 那就会正常停靠 如果是比如说 车上没的人下车的情况 或者是站台上 没的人等候那种情况 我们家族员是否是靠诱导 减速慢行通过该站点 我们就不停靠 贵阳公交对二四沿线和车厢内的站牌 都进行了更换 将零停线路显著的标注在站牌上 没有铃铛图案的站点正常停靠 有铃铛图案的站点 则需要按铃才停靠 平时我们固定坐我们214路公交车的一些乘客 今天早上遇到我都说 确实给他们节省了很多的这个出行时间 他们也从雷津北路到 比如到运约站中心 也就有大概有十多分钟的时间 还是对他们上班啊 或者是整个途中他们体验是很不错的 下一步 贵阳公交将事情况继续开通其他线路的零停公交 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出行服务 百姓关注记者报道